今年新逢黄埔建校一百周年 上个星期六日 陆军军官学校举办一系列的动静态活动 不仅使民众深入了解黄埔军校建校过程及辉煌历史 更充分展现军官养成教育 允文允武 数得兼备的核心价值 对啊 我有在电视上看到 尤其是营区开放的各项体验活动 真的是很精彩 而且很好玩 是啊 现在我们就赶紧来为大家播出 黄埔百年校庆祭时 和无法到场的观众朋友们一起分享咯 请一起收看 赵建于黄埔 传扬于凤山 今年适逢陆军军官学校 建校一百周年 国防部为了强调黄埔精神在台湾 扩大举办了 黄埔建军百年校庆系列活动 也象征一百年来 黄埔的光荣新火 在先贤前辈的守护下 正传承到我们新一代军人的身上 而从军校大门走出去的学生们 将同样抱持着强烈的爱国心 一位百姓承担保家为国使命的情怀 使黄埔精神持续发光发热 永续捍卫中华民国 5月8日起到5月26日至 国立台湾图书馆大厅及一文走廊登场的是 黄埔建校百年特展 除了有台湾模型四号发展协会 樊成斌 黄大伦 潘宏坤等 军事模型专家的军武模型八十六件外 还有复兴钢书画会艺术名家联合创作的十幅战画 除了纪念黄埔建军百年的岁月 也象征国军后辈传承先进保家卫国的精神 在既有的基础上再创新游 接着在6月15日晚间 陆军官校中正堂则办理了建军百年音乐会 由国防部心理作战大队 邀请国内知名艺人 乐团及艺术表演团体 结合军校合唱团与艺工队 以用音乐说故事的形态 透由爱国乐曲的表演 讲述黄埔的历史与军民防卫国家的决心 整场演出区分 黄埔照舰 东征北伐 八年抗战 抵御外务 凤山副校 走过风雨 黄埔荣耀 世代传承等四个阶段 时空跨越了一百年 刻画出广州舰校 东征北伐 八年抗战 台海战役 十大建设 国军著名 全民共同参与国防等异象 筹制其更高达了半年以上 而星战大队的同仁们 更在前一夜加紧练习 为的就是要把最精彩的节目 呈现在国人面前 我看你了 我看你了 我觉得别人了 我看你了 我看你了 没什么 我看你了 那我看你了 你是我的天啊 你不看你了 我看你了 我看你了 你 Qata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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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晚的活动最后在璀璨的烟火表演中画下句点 也让所有参加民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fectivou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特别是做持家黄荫老师 她等于是一个活的历史 他經過親眼感受到的黃埔建軍 然後北伐然後抗戰 然後到台灣復興時期 所以他的感受特別深 我們從他的歌詞裡面 也是深深地感受到 他愛國的那種情仇 不但如此 還有就是他能夠在喜怒愛樂方面 都做一個轉折 歌詞寫得是非常感人的 當然就是百年 人生有幾個百年 所以非常榮幸 慶幸自己能夠恭逢其盛 用音樂或者是用舞蹈的呈現 或者是用戲劇的呈現 都能夠看到我們中華民國 我們的軍人整個命脈 整個歷史能夠繼續的傳承 那也希望我們的國軍 能夠勝利航 然後不管是在天空或是在陸地的 都能夠展現自己非常豪邁的一面 我覺得是很難得的 在現在這個社會的氛圍裡面 然後可以跟著這些年輕人們 一起唱這些很久沒有聽到的軍歌 然後藉由音樂呢 把這些我們所謂的革命的精神呢 能夠傳承下去 我覺得是非常有意義的一件事情 這整個過程我相信都是軍人舞得養成的 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對這些軍校生的孩子們來講 雖然他們只是一個一二年級的一個這樣的年輕人 我相信這個成果對他們來講是很深刻的 也非常不容易的 那我很樂見這樣的一個合唱種子 能夠在校園裡面生根發芽繼續作上 那也興建未來的每一個音樂盛宴都能夠有各校合唱團的參與 隔日整個系列活動的高潮就是6月16日上午的閱兵分裂 參演部隊在賴總統的教育下 以高昂的士氣整齊的隊伍通過司令台 聚服國旗隊與陸官四個時期的服飾展示 代表象征新國相傳的黃埔精神 受到了全體觀禮民眾鼓掌肯定 總統在典禮上是這樣勉勵我們的 一百年來 重視歷史 警惡 場景 誤換心理 但我們堅定的確信 中華民國在哪裡 廣埔精神就在那裡 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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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鳳山訓練 聚網開來 在這裡 黃埔精神紮根茁壯 在這裡 秉持為中華民國生存發展而戰 為台風金馬百姓安全福祉而戰的 才是真陸官 沒有這份雄心壯志 就是假王虎 當前 台海的和平穩定 不僅僅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注 也是全球安全和繁榮必要的元素 在陸軍官校舉行百年校慶的指示 全理師生 應該要體認新時代的挑戰和使命 面對中國強勢崛起 迫害台海現狀 是併吞台灣 消滅中華民國 圍起民主大業之偉大復興 最高的使命是 勇敢承擔起守護台灣 維護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責大任 身為總統 以及三軍統帥 我的責任就是 帶領國家 團結國人 共同守護台灣 促進民主 和平 繁榮 我會積極落實 和平四大支柱行動方案 強化國防力量 建構經濟安全 展現穩定 而有原則的兩岸關係領導人力 以及推動價值外交 跟全球民主國家 肩並肩站在一起 共同發揮規則力量 避免戰爭發生 以備戰 來備戰 靠實力 達到和平 創造 繁榮發展 從520就任到現在 我已經陸續到各部隊 了解任務執行的狀況 關心國軍弟兄姐妹的各項需求 未來我會持續推動國防改革 也會要求軍事訓練 符合世界科技發展的趨勢 持續提升整體戰力 讓國家安全獲得完整的保障 最後 讓我們共同為打造現代化 智慧化 專業化的進革努力 為守護國家主權 民主自由 人群的價值而打定 我們一起加油 謝謝大家 謝謝 的確 黃埔建軍的歷史傳承 造就了無數的國軍將士 為國為民 前後後繼 犧牲奉獻的英勇事蹟 今日官校將持續培育卓越領導統一人才 致力維護中華民國 民主自由發展而努力 因為百年校現在我們個人來講 它是非常的難得的一個機會 所以我們這批學子能夠在這個機會 能夠參與 當然我們每個人是興奮的 回到我們的母校 就像我們的母親的懷抱一樣 能夠替母親來慶祝一百歲的生日 我們感覺到莫大的光榮 我們也祝我們的母校校運昌龍 黃埔基神長長久久 很有幸擔任本次校慶閱兵的指揮官 雖然說過程中壓力很大 但是也讓我收益良多 從中學到很多寶貴的經驗 所有的學生部隊也在訓練的過程中 非常的扎實 我相信現在每位學生 一定內心都感到非常的驕傲 對我而言更是無上的榮耀 謝謝各位長官 貴賓跟前輩們 立校一同親渡我們陸軍官校的校慶 那我也祝福我們陸軍官校校運昌龍 我們訓練的過程中其實很辛苦 我們也不僅要不聚風雨 更要無畏我們炙熱的太陽 只為了能夠將我們經過不讓虛美的精神 展現給全體國人 加上讓大家見識到屬於我們黃埔女力的展現 那也希望未來的學弟妹們能傳承我們的精神 將我們的氣勢以及氣魄 好好的發揚傳承下去 那最後祝福學校生日快樂 校運昌龍 下午的營區開放活動區分為動態操演與靜態展示 在司令台前中正玉校樂旗隊為活動揭開序幕 在校旗隊前導下整齊畫一的隊形 加上氣勢磅礡的樂曲 讓參觀活動的眷屬及民眾連連讚嘆 掌聲不斷 緊接著陸軍專科學校的戰鼓隊 鼓聲震天 響徹雲霄 還有特戰單位的綜合近戰格鬥 圍觀的民眾除暴以熱烈的掌聲回饋外 更對我國軍戰力給予相當的肯定 此外 三軍一隊精湛槍法 搭配隊形變換 展現時俗默契 也為活動掀起另一波高潮 另外 在校使館所舉辦的黃火百年特展 更藉由專人講解 說明官校創建歷史與各時期的文物 結合數位展出 讓前來參觀的民眾深入了解 黃埔人對國家社會發展的貢獻 回顧民國十三年 黃埔軍校創校初期 以騎師生碧露藍旅 僅憑藉500支步槍 保持我死則國生 我生則國死決心 掃除軍閥 為國家興亡舍聲取利 時至今日 陸軍官校歷久民心 一百年後 讓我們持續發揚 黃埔建軍的精神 共同維護中華民國自由民主發展 用世代交替的熱血 讓青春發熱發光 讓明天燦爛輝煌